中国不枉此行 在中国的校园生活中 我解释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我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互相交流彼此的文化 增进了理解和友谊 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 不仅让我更加了解世界 也让我学会了 尊重和包容不同的文化 介绍了我的朋友 现在就让我们踏上旅途吧 在北京 我穿行于古老与现代交织的街巷 感受到千年帝都的文化底蕴 与历史风采 上海 这座国际大都市 其摩天大楼与黄浦江交相辉映 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和开放包容的精神 杭州 如湿如画的西湖美景 不仅是自然的馈赠 更蕴含了古代文人默克的 智慧与情怀 张家界的奇风一时 宛如先进 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这片土地不仅是自然爱好者的天堂 更是心灵的净土 凤凰古城 那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和蜿蜒的脱江 让人仿佛穿越到了一个浪漫的古代世界 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讲述着历史的故事 城市旅游完啦 现在让我带你们来体验一下文化之旅 学习中国书法 不仅让我认识到汉字的艺术之美 更让我领悟到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与文化传承 练习太极拳 让我体验到中国传统武术的精髓 感受到身心合一的宁静与平和 参与武龙表演是一种充满获利的文化体验 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热闹与欢庆 啊,体验到了这么多 我只想说 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兴起和发现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和文化 带给我无限的感动与启发 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度 给予了我无数美好的回忆和深刻的体验 感谢中国 让我在这里度过了如此充实而难忘的留学时光 中国之旅,绝对不枉此行